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麼今天大盤 延續上個禮拜五的賣壓 主要也是因為台積電 上禮拜五先跌一個5% 因為ADR跌了5.5% 然後今天 又繼續跌 當然跌不多了 只剩跌大概7塊錢 但7塊錢對於指數的影響 就有大概超過50點 所以就連帶了就是 讓大盤今天連續第二天 指數的部分 呈現一個比較弱勢的整理 盤中最多跌187點 中場跌106點 其中一半是台積電貢獻的跌幅 在盤中大概11點多的解盤文章 我就提到說 那因為台積電的拉回 等於是幫整個大盤的指數 那做了一個降溫 那做了一個降溫 成要量也稍微縮下來 那禮拜五的成要量是5700 今天的成要量剩下4600 所以這個指數部分暫時就降溫 所以在文章中我就提到說 那這個行情它就會進入所謂的 個股表現的一個格局 那這個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階段 我最不喜歡就是說指數 這個禮拜一萬八 下禮拜一萬九 然後再來一個禮拜兩萬點 代表是大部分股票都同時漲 那指數漲得越快 那行情爆掉越快 所以這是我最討厭的 但當指數被壓抑 那尤其是像大型股 像台電這種就壓在那邊不動 把指數壓在那邊都不動 那資金就會竄出去 去尋找一個漱口 所以就會中小型股 它就會各自表現 比如說我要漲價 那我股價就強了 我的下半年階段很好 我就有自己發揮的題材 或者是我第二季的財報非常的漂亮 或者漲價之後 然後我的毛利率往上跳 EPS往上跳 所以資金就會開始 到處尋找可以發揮的標的 法人也最喜歡這種行情 我告訴你法人都不喜歡什麼指數 一下子一萬幾一萬五一萬六一萬七一萬八一萬九 那個大家都不喜歡 因為你就只能做一波 但最好就指數定在那邊不動 你有好多輪流做的空間 比如說從五月底到六月初 我們先操作金像光 後來一拳 金像光是超過三成四成的獲利 一拳也賺了五成 轉到通家 又賺了超過三成 所以在操作點序 最多也賺了兩成 然後中間還有亞信最多也賺了四成 九陽賺不多 所以就是很多股票就一檔一檔 所以當唐琴進入一個 比較整理的階段的時候 這種輪動架構 你就可以這裡賺一下 那裡賺一下 輪流賺 然後賺完之後再賺一次 所以你有很多三成可以賺 這就是你翻倍的機會 這就是你翻倍的機會 所以我最喜歡這種行情 所以這種行情 一定要跟著聖老師來做操作 會有很多金幣股 一檔一檔的往上噴 那最看好的當然還是經濟科 今天是分盤交易的第二天 其實五分鐘分盤交易影響不大 早盤打下去盤中翻黑 最高456塊 那456 離這一波最高點460 也沒差幾塊錢 所以代表就是說 這個五分鐘分盤交易 其實對股價影響是不大 不過量是說得明顯 上禮拜四的時候 其他量還有4500張 今天已經說到剩下600張 600張都不跌了 中場當然小跌了 你說400多塊股票 跌個3塊半 跌不到1% 這對我來說就算是平盤 所以原來就是一個強勢的整理 那我認為只要稍微補量 當然你分盤交易不可能補到五六千張的量 可能補到一兩千張的量 他就會去挑戰那個五字頭 我認為不會太久 那從7月2號禮拜五 因為已經說衰退 掉到312 差一點跌停板 當天開低震盪走高收漲停板 從低檔拉上去拉了21% 成交量放大一倍 阻力一次把籌碼清光光 那一天我就告訴你 那籌碼一次洗完股價就要上去 隔天最高到401 後來有三天的買進的機會 我們就帶著我們交付成員 375上下 買一天 買兩天 到第三天買大概385附近 當天所掌041之後就沒有再回來了 我隔天就是9.6 再隔天442.5 再隔天458.5 然後到 禮拜三450 禮拜四就來到460 禮拜一分盤交易第一天 打下去盤中就翻紅 這麥亞其實非常有限 因為從162塊漲到433塊的過程 其實也都是幾乎是天天分盤交割 而且那時候是關20分鐘全額交割 股價是照漲了超過接近兩倍 所以我認為這不是問題 那今天早盤翻黑的時候盤價再做加碼 中間一度到456 尾盤收一個小小跌446塊半 我看法不變 漲你不必追 好股票你趁著跌 買進跟加碼 很容易就會賺錢 那上禮拜三股東會 後面我陸陸續續了解股東會大概講了什麼 因為我也不可能去參加 我要上班 那後來陸續找到 有去的人大概轉述 公司的部分就有表達說 台大電本來是既有客戶 那這一次台電訂單大增了300% 其實這部分 正常是本來就了解 但是公司既然有明說 當然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大概了解的部分講得比較清楚 台電原本下的order是一個月2萬片 那近期訂單追加到每個月8萬片 所以大增了這個300% 大增300% 這部分是公司已經在股東會上有講出來的 但後面 機能代工部分據我了解 機能代工廠的態度是全力support 所以機能代工產能沒有問題 但中間在IC基板的部分 目前是缺的 台灣這邊是缺的 所以可能會跑去買海外的基板 但是還是要有一點驗證的時間 所以今年三四季即便可以量產量還不會大 因為有產能基板的問題 所以真的放大量還是在於明年第一季 但是這個量是大增了300%是確認的 而這個只是公司有明白表示的 那董事長也有表示說 這一次尤其是IPC的這種產業的新的訂單 大量湧入是史上最樂弱的一次 史上最樂弱的一次 所以台大電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還有非常多的新訂單 後面我相信陸續都會看得到 而且很多訂單據我了解 需求都非常急 都希望可以盡早量產 問題是有代工產能的基板就不夠 大家還是要排隊 所以引爆點估計會在第四季 第一季 抱歉第一季 老闆也說第一季就是大量生產的一季 所以我們認為下半年是越來越好 但明年第一季就是一個爆發式的好 因為當新政電腦如果再進行tap out 它除了可以認階段性的NRE群率晶之外 從現在到明年第一季的量產 時間也不會太長 所以已經在跑的舊的案子 第一季要量產 而且那個是量大 新的案子如果也第一季要量產 新舊案子加上去 是不得了的 你說一跳會跳好多倍 所以我認為在後面這麼明確的趨勢要爆了 你說股價這個位置要再壓核很有限 所以我還是說這一段390到527塊的壓力 其實在第一檔已經換手過了 312這一次又再洗了一次 所以從這邊去攻克390到527已經收復一半 要收復這邊沒有問題 這波上去其實 從8月份我認為就是要挑戰新高的 從76塊到460大賺了505% 就是我們從去年9月份 從76塊開始買進 現在已經賺了505% 如果回到615 那就是7800% 過高可能就要挑戰1000% 會不會到 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5月6月7月蓋牌 只買不賣策略都不變 我們就8月看看 看看到時候蓋完牌之後 會不會迎接一個創新高的開香檳的行情 另外我們提了好幾天的腹底 禮拜我說逆勢就是搶 今天不囉嗦的亮燈所長 所得快要6000張 100.5元平和波段行高 而且創了收盤價的歷史的行高 這個就是我說的 我堅持買的都是數字最強的金平股 這個就是金平股的威力 這個就是數字的威力 只要你有最強的數字 找掌玩掌 終究是要反應的 數字越強股價就越強 常常獲利標五成股價標一倍 獲利標一倍股價是標兩三倍 這是張老師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只買數字最強的金平股 我說7月份估計要漲價10%MOSFET 那當然MOSFET漲價大家都一樣好 為什麼我們主要選在腹底 因為它去年就出錢給利基電 去添購8吋的產能 8吋的機器設備 因為現在晶圓廠就是說 我負責花錢買產能 然後再接你的訂單 現在已經不流行這樣子 現在是流行就是說 你要多少產能 OK 你也出錢 然後一起來投資設備 未來我幫你管理我產能開給你 所以IG設計廠也要幫忙 負責資本支出了 所以因為它去年就出錢了 所以今年第三季再新增產能 會比MOSFET的同業來得更高 現在大家都缺貨 大家都漲價 大家都受惠 但是真正有最多新產能 就會是最大人家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說單月營收 如果7月份破4億 單月獲利將會上看9毛到1塊錢 這幾乎就是倍數在跳 後面8月9月如果說更高呢 單月就是1塊錢起跳 我就說以這種獲利的設計股 一堆都超過150塊 它的股價上禮拜再跟你聊的時候 還不到100塊錢 那不就是有大概五六成的空間 所以是不是就跟當初的一權通家 或者是亞信一樣 你說一個波段賺個三成 我們挑的是有賺五六成實力的股票 要賺個三成並不困難 今天亮燈所掌提 所以其實你上禮拜聽我的話去買 今天你全部都消除了 這都是最強的金民股 另外我們上禮拜 買的還不只是腹底 還有一檔3675的得尾 好像最高171塊 171塊 大漲6.8% 雖然還沒有過上禮拜的高點173 但是收盤價165 這三天收盤價最高就是165 已經比上個禮拜的173的那天 收盤價來得更高 實質上它已經創新高了 進入實質創高的階段 這也是超強金民股 同樣的因為它是做二極體的 跟富鼎一樣MOSFET一樣 7月也估計要漲價超過10% 去年買下敦南的廠 今年6月份開始投產 所以它有自由產能 而且它這個是新增的產能 6月開始投產馬上滿載之外 後面產能會一路往上增 同樣的道理 缺貨漲價 誰有最多的新產能 而且它是自由產能 它當然就是最大人家 缺貨漲價加新產能 同樣做二極體的鋒層 幾乎都是我愛戴公 股價最高已經來到237了 可是有比價效應 這才170而已 所以這一波我們估計也是要快速飆三成 都是最厲害最厲害的金民股 所以每天在這邊分享很多好的股票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你的那個觀念 你能不能堅守一個最重要的核心的價值 你的原則是什麼 如果你要做當衝 你手腳要很快 賺一點也要跑 虧一點也要跑 那是你選擇的路線 你要堅守那個原則 如果你是做短線 比如說你只想賺7% 8% 同樣的你設定的停存點就是7%到8% 但是當你要跟我一樣要做一個波段的行情 那你很明顯的你要堅守就是說 你選擇那個股票它的本質上它的quality 它的品質要好 什麼叫品質 就是說它的數字 營收獲利 毛利率 營利率 它的財報 它的EPS 它的競爭力 它的市占率要好 當這些條件都具備的時候 有行情的時候它當然標給你看 所以我的原則就是我們堅持買金民股 我堅持只買金民股 都選最好的毛利率的 最好的EPS 最好的成長性的 最好的市占率的股票 當這些條件都具備的時候 股票漲起來 那常常是三乘五乘 三乘五乘在漲 所以如果說一個波段歹到個三個三乘獲利 那就是一倍吧 從金像光超過三乘 一權即便到今天 都還漲泥滿創新高 當然我們賣在52塊多 後面先留給別人賺沒有關係 還是賺五乘 後來還有點序跟亞信 還有通家 那是兩乘 三乘 四乘再賺 其實只要這一系列你每檔都跟到 早就超過三個三乘獲利 早就超過一倍 那為什麼他們都可以長得這麼穩 這麼快 而且三十乘的獲利 首到請來 就是因為他們都是我選的最棒的金民股 所以歡迎大家都來跟著鄭老師操作 這一系列的金民股 那除了看我的節目之外 我也歡迎大家都來加入鄭老師的LINE的官方帳號 因為每天大概十點多 今天晚一點大概十一點多 接近十二點才把文章寫好 因為今天會員在做一些換股的操作 我比較忙 大概都是十點多十一點左右 我就會有當天解盤的文章 所以就盤是我看好的持股 Maybe會交代我們新增了什麼樣的看好的標的 或者是出了什麼標的 都不一定 每天盤中都會更新 所以對大家就會非常有幫助 所以歡迎大家都來加入鄭老師LINE的官方帳號 搜尋我的ID小小鼠STARMASTER 或者這個QR Code掃一下就更簡單 然後就可以加入我的官方帳號 所以每天大概十點多十一點多 就可以看到我盤中解盤文章 對大家會有更及時的幫助 不用等到盤後 盤後就賣付了 然後加入之後再留言鄭老師最棒 你就可以新朋友 我們會再給大家二十個名額 我會給你這個禮拜 我們正要布局開始布局的最新的一檔標股 最新的一檔標股 就二十個名額 所有新加入的朋友的前二十名 會給你未來這一禮拜的最新的一檔標股 那都是品質至上的 都像通家、典序、雅信 或者一泉一樣 都是品質至上數次最棒的幾名股 所以歡迎大家都來加入LINE官方帳號 只要加入之後 油園鄭老師最棒就可以得到 前二十名可以得到 這個禮拜最新的一檔標股 把握機會 等著我們再聊其他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我想因為我看的都是數字的趨勢 所以有時候股票漲漲跌跌都是一時的 比如說上禮拜的副頂 先到一百點五的新高 拉回去整理三天 今天蹦一個就收在歷史的最高點 那上禮拜二一開始買進的點序 我們是買一三五 當天先漲停 隔天禮拜二又漲停一五二 之後漲到一五三 拉回盤下再做加碼 再漲到一百五十六塊半 這不是點六 那之後呢 禮拜五再漲到這波最高一六二 今天找盤一五九五元的高點 然後再稍微壓回 尾盤稍微小跌 三塊半收到一百五十一塊 他的走勢 就跟副頂很像 在禮拜五過高 今天稍微拉回做整理 會整理幾天不知道 但副頂整理三天就過高了 那我認為點序恐怕也差不了多少 因為大陸呢 經緣代工減少記憶體類的產出 廠家存儲又被列實體清單 會減少供給 所以很多的記憶體相關的 像SRAM Flash的大客戶 怕斷貨 誰都在囤貨 所以我們估計七月份 SDRAM也好 SRAM也好 或者Flash 大家都有機會長大十幾二十 那點序是做NAME Flash的Ctrl IC 估計要長兩層 兩層 更重要的跟副頂一樣 德威一樣 上半年order了新的晶圓到貨 就是新的產能上半年沒有 七月份陸續到 所以產出會大幅度重高 所以七月份營收 我們估計會從1.6上看 有機會上看兩億 八月份以後有機會上看三億 所以從1.6跳2跳3以上 那個不得了的一個增幅 那五月份賺0.82 六月份更高 七月份如果說產出整個拉上去 可能就倍增了 有機會挑戰單月一塊半 單機會超過四塊錢 所以這是我說的 出貨也上去 然後報價也上去 產能也上去 毛利率又往上飆的 基本上這都是最強勢的飆股 創高拉回都是你的好買點 那除此之外 今天的德威 受萬價也創了歷史新高 然後861的副頂 受萬價收在歷史的最高點 所以當台電開始做一個量縮拉回的整理 可能拉回也不會太多了 他把指數壓在這一邊 就是這種個股開始輪流發飆的最好的行情 所以我們只要很有節奏感的一檔 接著一檔抓到個三成三成的獲利 未來都是翻倍 全新布局獲利翻倍的標股 我先不給太多暗示 因為我們還要再買 去年賺不到兩塊 今年要賺五到六塊 明年要大賺超過十塊錢 所以今年比去年超過一倍 明年比今年再翻一倍 連兩年翻倍 我剛剛就說 常常股票市場是這樣子 獲利翻五成 股價是翻一倍 當獲利在翻倍的時候 股價常常漲不只是一倍兩倍 那如果說今年獲利比去年增加超過一倍 明年要再成長一倍 那這種就很像經濟科這種常見趨勢股 那常見下來是不得了的股票 所以這個就是獲利翻倍的標股 未來股價也是要翻倍 也是要翻倍 所以我會像帶著家屬成員當初重壓一拳 之後轉到通家然後轉到點續這樣子 這是這禮拜的前面的重壓股 那歡迎大家都來加入鄭老師的LINE的官方帳號 你只要搜尋我的ID小數STARMASTER 或者是直接掃這個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帳號 每天盤中11點多就可以看到我的解放文章 這之後再給你一個最大的見面 你只要留言鄭老師最棒 新加入的LINE的好朋友前20名 就可以得到未來這個禮拜 最強的全新標股 最強的全新經濟股 趕快加入鄭老師的官方帳號 我是鄭老師的你 明天再見 我是鄭老師的你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